很多人都会说红配绿 就觉得很土气 但实际上不是 老祖宗留下的色彩美学 有多高级多经验 西方人认为 中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国度 其实最神秘的是 他对中国的色彩的不了解 那么中国神秘的色彩 实际上就是传统的色彩 传统的色彩是来自于 自然与意象的这种结合 中国人出于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所以对自然的变化 观察的非常仔细 我这有两本书 这两本书是专门讲述了中国传统色 其中有一个是天象的变化 比如说有一个颜色叫做玄天 是什么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刚开始是很黑 但是黑当中又有红又有黄 这个过程就叫做玄天色 那么日落的时候呢 也有黑也有红也有黄 但是颜色的色彩不一样 它叫做天薰色 如果你要把这个色彩 用用于比如说服装上 包括你的袖片呀 布料的这个色彩呀 你会感觉的非常的美 有一种你似乎好像能碰到那个物质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自然色放到了工艺品当中的时候 那就更加惊艳了 在这个故宫里头有很多的中国的宝贝 这本书里头许许多多的图片 告知你的是中国的宝贝当中的色彩的这种经验 这是一种 还有一套色彩就是皇家的御用色彩 我们管理叫做公强红 比如说琉璃黄 这个琉璃黄来自于什么地方 在这本书里就有介绍 就是来自于黄河的这个黄 然后还有它的匾额 特别是在清朝 它的匾额里头里边是青色 这个青色是只有皇家御用的叫骚青色 除了这以外 当然还有一种色彩是很民间 但是很中国很传统 就是红与绿的这种搭配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红配绿 就觉得很土气 但实际上不是 它的土气恰巧反映了它的自然 对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欣赏 实际上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好